百貨公司停車繳費 看到機台上一整疊的摺體券 百萬YT網紅PO文 別人放的摺體發票 之前用過一次 之後即使沒開車 也會拿到機台上面放 直呼台中人很溫暖的 我們會覺得要這邊給別人使用 人家也會給我們發費 我們會給人家發費 就算別人沒給我們發費 我們如果知道這個機會 也是會給別人 原來很多人 會將消費多出來的單據 放在機台上面 讓後面的人可以摺體停車費 讓百萬網紅都覺得是善意的傳遞 我們實際到這家百貨停車場發現 機台上沒再出現摺體單據 依照停車優惠 消費滿五百元 可抵一小時 滿一千元抵兩個小時 依此類推 不過業者私下澄清 其實這些單據都是一次性的 沒辦法將多的時數重複利用 你會想要拿來用看看嗎 不會啊 你就繳錢就好 我怎麼要給下一個人用 那我花的錢 如果多了 多餘的咧 多餘的話我就是 一樣就是可能丟掉一次 所以就你不會放這邊 對 沒有就是可能 也是繼續丟著或難處理 但其實別的停車場 折抵單據是可以重複利用 日前有一名心理臨床時就發文 說跟家人到台中西區 某家百貨逛街 消費了2948元 以為能夠全部抵滿 最後繳停車費時發現還差52元 最後他拿了機台上的單據 果然讓他成功補端到免繳費出場 也讓他感謝這名陌生人 體會到社會上的溫暖 其實在各大賣場停車場 都會出現類似的單據回收處 主要是讓民眾 繳完停車費回收的地方 但也有人拿來重複補燈 看能不能免繳費 就是怕會有這樣的霸王車心態 多半業者還是規定一次性折底 才不會被有幸人士利用 東雄高中謝宗化成他也有在台中藏報導